为了发展卓西湘篮球运动 也要临选卓西湘在今年布农族运动会当中 代表队的教练跟选手 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 特别举办了新春杯篮球竞赛 在第七年和女婿所组成的卓西南篮 与实力雄厚的卓青南篮 分数不分上下实力相当 这是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办理的 卓西新春杯篮球竞赛 这次球队有大概11队 唯独第三女男没有参加 这次办理的目的就是 想应五月份的布农运动大会 然后从这个篮球中挑精英出来 来去参赛 新春杯篮球赛卓西湘六个村分别组队 进行社会男女子组的赛事 参赛选手都是卓西湘的青年子弟 因为我们南区 这个运动风景现在比较 有落寞了一点 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就是 要推广多元化的 不管那个球类 竞赛 或者是电竞 都可能在这几年都会办理 卓西湘新春篮球比赛 各队展现良好默契 不时出现精彩的三分线 抄球抢球美技 获得现场的观众热烈的 呐喊鼓舞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采访报道